请大家请坐 好 现在我们就正式 请程德老师给我们大家 做一些分享和交流 在正式回答大家的提问以前 那我先为大家提问一些 我会代表一部分同学 来提几个特别大家 有共同的一些修学过程中 所遇到的问题 特别请法师来回答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回答的问题 都是在网上有些问题 通过网络的搜索 再去查询老和尚的讲解 我们法师的讲解 都能够看到的 我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法师就可能不会那么细致的 像以前那样 这么细致的回复大家了 好多问题大家在提出来以后 首先根据我们以前的讲解 要先自己去思维这些问题 提出问题要思维问题 然后自己花三到七天的时间 去认真的思维 如果思维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那就上网去查询老人家和 我们师父的一些教界 从中寻找答案 如果还是没有答案的时候 欢迎大家把这个问题都提出来 以后我们学习都要秉持 这样的态度会比较好 这样我们自己能够寻找到答案 这是对自己的修学 是最大的一个指导性的答案 那么我首先请问师傅 请问老师 有人问 这也是我们大家在学习传统文化学习班 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 很多提出来的问题 大多数是关于扎三根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根是有这种生发生长的意思 我们学习的扎三根 大家要不太明白 我们这个根是要扎在我们这个缩坡世界 还是扎在我们的极乐世界 根是应该怎么扎 应该怎么去用功 这是第一个问题 请师傅来为大家开解 这个根是有生长 根生地固才能知凡业茂 所以这个根要扎的生 扎在哪呢 扎在德行上 扎在德行上 那你扎在这个德行呢 你又不留恋这个娑婆界 所有善根 又心心回向极乐世界 那这个跟十八院相应 你假如有德行 但是世间你有放不下的 那你所做的 符合德行的这些行为 都变成福报 那这一点大家要分清楚 你看梁武帝还希望人家赞叹 他还有求 他还留恋这些明文立养 那他所做一切 佛门的好事 都翻转成轮回的善报了 所以扎根是扎德行的根 不然随远消旧业 不再造新秧 那这个不再造新秧 变成理上明白 世上每天生口意还在造业 所以扎根很重要 而且老人家提出扎根 那都是有佛经的依据的 你看我们求生极乐世界的人 我们依五经一论 那《观无量寿经》里面 韦迪西夫人发愿求生净土 那佛首先告诉他 净业三福 所以代表这一生 要往生极乐的人 不能忽略了净业三福的修学 尤其第一福 第一福是仁天福 我们重视了 我们才是善男子善女人 就像阿弥陀经里面 讲到的 善男子善女人 这是应激的 那第一福 效仰父母奉仕师长 这也是理 理事不恶 那这个效仰父母奉仕师长 怎么落实 那落实在弟子归了 入则孝 出则涕 就是孝敬了 第二福 这个 效仰父母奉仕师长 落实在弟子归 持心不杀 落实在太上感应偏 不恼害众生 我们在五轮关系 我们就举君臣 当下属 有没有让领导 担心的要命 你当领导的 有没有让下属 压力大的要命 这都不持心 这都不持心了 持心不杀 落实在太上感应偏 修实善业 落实在十善业到经 这个都是有修学的依据的 那我们就是善人 要所有善根 行行回向 不留恋世间 那念佛是正修了 行一切 断恶修善是助修 正助双修 那这一生就有把握了 好 感恩老师的开示 第二个问题 就是有人提问 可不可以这样说 扎三根 三根就是持戒 就是我们佛教的戒律 三根是我们的修学的基础 是我们的戒律 请问老师 可不可以这样说 我们这个佛门 所依据的修学 就是戒定慧三学 那这个戒 我们比较熟悉的五戒 因戒得定 因定开会 那我们看大臣 樊王菩萨戒经 有讲到 孝明以为戒 一名自子 孝是戒哦 因为戒的精神是什么呢 设心为戒 我们能够啊 把妄念 邪念 扶住 不让他 一个接一个 那这色助心啊 不散乱 这个叫慈戒了 所以为什么师长说的 他这一生的成就啊 念念不离 孝轻尊师 他只要想到了 哎呀这样做啊 父母老实伤心啊 他不愿意这么做了 恶念恶行啊 就自止住了 所以我们谈到戒 五戒 菩萨戒 实在讲啊 大根大本 孝轻尊师 那 这个孝轻尊师 落实在哪 尤其我们提到啊 尊师 尊师要依教奉行啊 因为老师啊 求的 就是成就我们 他不求我们的回报 父母老师啊 不求我们的回报 那老师呢 会看我们的根基 大家注意看 印光祖师 他是三百年来 第一高僧啊 可是他印最多的经典 不是纯佛经 了凡事训 太上感应篇 汇篇 安事全书 所以祖师 没有着相啊 祖师要观呢 在我们 汉地 众生现在的根性啊 要学什么 才能弃他们的基 不然你佛法好啊 但是 用不上力 大家注意看啊 印竹 离宾老 老和尚 应该到离宾老了 常离举药 人不懂离了 老和尚提倡 弟子归 连孝都不懂啊 所以 这个我们要看到 善之士慈悲啊 他们开出来的药方啊 是对我们现代的基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听 自己医子的老师的话 因为他关我们的基啊 给我们开的药方 好 那我们看 依佛门的戒 你持五戒 第一个 不杀生 不脑害众生 假如我们做人做事啊 没有依据三根啊 那会不会脑害众生 我们得自己去领悟啊 不是记一大堆 佛门的名相 应戒得定 应定开会 你这个戒要怎么 下功夫啊 你不能背了一些名词 自己遇到境界 用不出来 解决不了问题啊 不脑害 那你得为人作响 是吧 你劝你父母的时候 你要不脑害父母 你要疑无色 柔无声啊 你今天找人家帮忙了 你要看人家 有没有空啊 人不闲 物事脚啊 你要开口的时候 你要考虑到 洋人恶 即是恶啊 即是圣 或且作啊 人家听了你的话 很生气 也气了好几天呢 你不是脑害众生吗 所以你看五戒 他的一些精神 你要落实在这些生活工作 主事代人接物啊 第二不偷道 不偷道是义啊 不语取 这些精神 用人物须名求啊 躺不问 即为偷啊 不协影 不协影是理啊 你要所理啊 所为人子之理啊 所五伦关系的理啊 理者敬而以以啊 你要恭敬这些伦常的对象啊 智 不饮酒 就是理智啊 在什么时候理智啊 在面对境界的时候啊 是非以物轻弱啊 不要激动啊 不然理智在哪里用啊 这个 见未真物轻眼 嘴巴不能太快 知未地物轻传 要理智 不要感情意气用事 话就出去了 到时候说不回来 信 不妄语 有看地址规里面 都谈信的句子好多啊 有看 谨而信 凡出眼 信为先 这些 就是我们具体落实着 五戒啊 五常啊 好 所以你 佛门 这个三学 这个戒 你又要具体落实的 这些标准啊 你这个持戒 不是挂在口上的啊 那老人家从我们汉地 拣选了这个 辱事道三个根呢 这个让我们 起心动念 一言一想 有标准啊 不会随顺烦恼啊 好 那那我们才能持戒呢 好 好像回答了有点长了 感恩老师的开解啊 非常重要 我们持戒呢 是要知道持戒的根本 而不是持戒的这个名相啊 那么这个三根 也是我们这个持戒 戒律在我们日常生活 和工作中的具体的体现 感恩老师 第三个问题啊 有人问 扎三根呢 只是敬业三幅的第一幅 大家有没有必要 花这么多的功夫 在读诵修学 这最基础的部分 是不是会把最重要的部分 白忽略了 或者没有时间去做了 就好像我们天天在上小学 要把小学的课程 考到一百分以后 才可以上高中去上大学 那如果这样做呢 我们的时间上的分配 是什么样子的 怎么样分配 时间比较好 请是老师 好 这个大家应该听过啊 老婆上讲一句话 陈佛啊 从孝清尊师开始 圆满呢 孝清尊师做圆满 我们看 地藏菩萨 表孝清尊师 观音菩萨呢 把孝清尊师的孝敬啊 延伸到对一切人 的观音菩萨了 那你现在地藏菩萨做不好 你要一下跳到观音菩萨的这个 你不爱其清 而爱他人者 为之被得 不敬其清 而敬他人者 为之被礼 所以他赤地没有爱圆荣 圆荣没有爱赤地 那我们看一下 那这个 菩萨门女 她就 母亲 堕在地狱了 这个圆啊 你看她尽孝啊 可是人家一尽孝 到哪个境界去了 法身大师的境界去了 她持绝法定制在往如来 迟到入了 一心不乱了 那这是她的圆 所以他赤地 他从孝庆座啊 他没有爱他圆荣啊 他一下入了法身的境界了 所以 我们呢 这个 佛法是圆荣的 我们要多去领会 圆解 我们再以 金刚经的 一句话 以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修一切善法 即得阿纳多罗三秒三菩提 那请问 究竟成佛 有离开断恶修善吗 有离开三根吗 重点是什么 断恶不着断恶的相 修善不着修善的相 它是敬业 我们断恶修善 着了相 那是世间的福报 这大成经 最重要的是不执着 我们 常常在那里想 我这三根要扎啥时候 我还念头很多 难怪老人家 94岁的时候 有人问扎三根要扎多久 老人家说 我现在还在扎呢 其实我们老实去做 就知道老人家 让我们扎根的用意在哪 你就有领会 有时候我们不要 想着 我得给他想个 明白透彻 有时候善知识的考虑 我们不见得看到 但是你先照着做 原来是这样 你看当时候 老和尚说学弟子规 当时候到澳洲 结果我们全球同修 一听到弟子规 没几个人报名 后来老和尚 给全球敬忠写了一封信 所以学弟子规很重要 最后落款 他老人家顶礼 那同修们看到顶礼两个字 不敢不来 后来来参加了 有一些同修就反馈了 听了弟子规 你会觉得这些做人做事 我也没做到啊 没有做好啊 这个太重要了 因为修行是修正行为 我们都不知道行为错在哪 怎么修 就像我们持戒 目的是得清净心 假如我们这些过失都不知道啊 那每天都会烦恼 因为随顺习气了嘛 烦恼做主了 有这三根做标准呢 这个是理智了 所以你扎三根 然后呢 你是所有善根 星星回向 那这个就是大乘佛法了 跟十八院是相应的了 所以 无有一法不是佛法 离一切相 集一切法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吃饭是不是佛法 你假如说吃饭不是佛法 那金刚经你不白读了 金刚经一开始 拙一磁波 入社会大乘 那就是你要会修 那没有一法不是佛法 你不去分别 不去执着 你用菩提心 去生活 去吃饭 去穿衣 都是佛法 没有四处四法 只有绝迷啊 你不着相了 你绝了 无有一法 不是佛法 你微笑都是佛法 微笑的 广修供养啊 你微笑想 希望他对我印象好一点 那你就 你这个心就是 轮回心了 好明的心了 你微笑 哎呀 我要落实普贤行 我要表好法 让众生看了我 生欢喜心了 我要表好法 那你这个跟第三符相应了 劝敬行者 我用一言一行 依教奉行来供养众生 所以 老话上说 我们要圆解 进一步圆修 好 感谢老师的一案满开示 真的是 让大家非常的受教育 我突然想起来 那个 夏连句老句 是 冯如进度修学的 有句 诗句 吃 吃见念佛 看经教 查过去习 物自欺 哎 我们这个三根啊 真的是在我们日常生活 修行过程中 就是查 对照我们查过去习的 最根本的东西啊 通过这几年认真的修学 弟子归啊 太上感应篇啊 他有那个 弟子 了翻四续 弟子确确实实 也在这一方面 看到了自己很多很多的不足 对查过去习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 扎三根是在我们的 无论是我们的 世出世间法 都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三规一一样 菩萨发心 从三规一 从初发心到成凳冷决 三规一是世事不离的 就像我们的三根是一样的 感恩老师 那么后面呢 就是我们大家的一些提问 我会用分享屏幕的形式呢 来跟大家一起 让大家看到这个 首先第一个问题 感恩老师慈悲成立了 九品联祝念团 参规默学 参加过祝念 祝念时呢 在祝念现场也不害怕 沐浴更衣也都不会害怕 也不怕累 最近的时候呢 在九品联平台 特别喜欢参加念佛 发心祝念 刚开始领念呢 也不紧张 但是最近几天呢 有感觉到紧张害怕的这种心理 请老师慈悲开示 好 那 我想这个问题啊 首先呢 从内因来看 这个虽然是问啊 祝念这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 在探讨问题的时候啊 我们懂得 举一反三 一及一切啊 那你听每个问题 你都有受用 不能着相啊 离一切相及一切法 我们一着相了 哎呀 这个不是我问的 你不听了 不专心听了 再来呢 我们自己没有这个问题啊 可能 现前以后 亲戚朋友有 我们有这个 为人的心来学啊 都觉得 每一题都应该好好学 不能去分别执着它 那这个问题呢 我们要在 每一个境界当中啊 观心为要 观照自己的念头 我以前为什么不怕 我现在为什么会怕 这都是念头 你假如观得到了 你看自己的念头 看得很深啊 可能就看到了 是不是因为 这个是在平台上 我是带头的 以前不是带头 以前跟着的 现在带头了 有没有压力上来了 那这个时候有没有念佛呢 平等心去面对 带头或不带头 平等 平等 你这个紧张可能就没了 紧张往往有分别执着念起来了 才会紧张 你看到了这个分别执着念 你把它放下了就不紧张了 那请问大家 那请问大家 立式练心啊 是不是就是看到分别执着 把它放下呢 那就不是只有注念这件事了 你处理任何的事啊 没有练四法 只有练心法 你在处理每一件事的时候 你一有分别执着 马上阿弥陀佛 心一平稳 平等 真诚 去面对 这事都慢慢都能处理好了 你心扶不住了 烦恼忘念做主了 这个事就会处理不好了 心是根本的 我们常常问人家问题啊 有时候是我们看自己的心啊 看得不够深入 当然我不要这么讲 你下次不敢问问题了啊 我是借这个 大家分析分析 说不定我们探讨探讨啊 我们每一个人看自己的心念 就越看越深了 再来呢 也有可能 你并没有起什么念 但是啊 还是有感觉 紧张害怕 那这有可能 有看不到的 有缘众生啊 但是重点是 你有这个感觉啊 不要被这个感觉影响 你依然还是保持你的正念 是吧 你一受它影响了 你可能念佛就念不安稳了 你还是专注念你的佛 那你的这个念佛的诚心 就会感染 外在的这些有缘众生 而且你诚心念呢 这个都有护法神在的 真念佛人 阿弥陀佛请二十五菩萨 随护其人 魔不能老 你有这个信心呢 你就继续念 都没事 好 我们看下个问题吧 好 老师的开解 下个问题就是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呢 是前一段时间提出来的 马上又要到了上坟祭祖的日子 在东北有很多坟上 长的草都很高 还有的长小树 很难清理 有的人用火烧 有的人用除草剂 有的人拔掉 能否请教一下 法师这种情况下 怎么做 都是录理的法 好 抱歉 这个清明节的题目 我现在才交流 不好意思 这个我们判断的标准 第一有法律 国家的规定 我们要遵守 你做的这些做法 有没有违反国家规定 这个是第一点 再来 这个做法 跟戒律相不相应 比方你用烧的 会不会烧到众生呢 比方说你除草剂 会不会伤到众生呢 那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了 我们这个拒足众戒 这个戒还是要做一个标准 戒是佛之行 戒都跟我们的信德是相应的 慈悲为怀 我们所做的就不愿意去伤害这些众生 好 那刚刚提到我们这个九品连注念团 成德在这里呢 也要随喜大家 有不少 甚至都没学过佛的 后来接上这个缘 然后互念王者 都互念得很好 我们也感谢我们杨医师 刘老师 他们非常用心 他们还学习印竹 这种临终次药 这些很重要有关注念的 这些重要的教诲 包含老儿上有关注念的开示 都跟大家在不断深入 好 我们看下一题 第三个问题 老师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有两个课程和马来西亚的大众分享 一个是了办私信讲记 一个是诸子自家各言讲记 我想在线上和我们学校的家长朋友们 通过副讲来分享其中之一 请教老师 是副讲两份资讯呢 还是故事自家各言更好一点 然后呢 同时也请问老师 他确定的时间是早晨六点到七点之间 至少用三十分钟到四十分钟的时间 请问怎么样会最合适的一些因缘 好 这个呢 我们每一个问题呀 都离不开面对因缘 那面对因缘呢 我们有一些共同要思维的问题 比方你面对缘呢 你要讲学呀 你要契机 契礼 还要契机 这是你对因缘要判断的 所以这个大众 可能听 哪一个 你判断了 跟他们现在会更贴近 更有共鸣 这个是外在的判断 内在呢 内在你要看你对哪一部比较熟 那再来呢 这个 可能呢 讲一遍呢 别太长 因为现在的大众啊 你讲的很长啊 有时候他 他一听哇 要讲那么长啊 你可以短一点 让他们产生共鸣 受用了 那你自己呀 也要衡量你的家庭情况 你不能 我多讲一点了 结果家里抗议了 你都没有考虑在内 那这个怕 你到时候家里会生烦恼 我们考虑是 还是得周到一点 你自己家里允许啊 可以多讲 听众呢 听众啊 比方说你三十到四十五分钟 这个挺好 因为那 那个早上啊 你讲的太长啊 人家可能还要忙其他事啊 所以不要太长 重要的是持续 好 那您都可以啊 一开始先探探路 探探路 先讲个一两天啊 家里的人也都没啥问题 很欢喜了 那家长听了有受用啊 反应热烈了 这个时候你再适度调整 所以我们现在做事的 试行 先试试看 先探探路 探探水温 进一步再来调整也可以啊 好 好 谢谢 好 下一个问题 尊敬的老师 因为这个同修的丈夫呢 是 为朋友 邀请去开灵车 同时呢 帮助 这个王者的家属 帮助台师身 同时呢 他们可以从通过这个得到家的得到这个王者家属的一些上前 是收入是比较高 那这位同修呢就非常的担心 说 根据呢 请问法师 根据当地的习俗 白事没有白忙的 白帮忙的 有这种说法 是不是合理 第二个问题 就是 根据 他们这个工作啊 帮助台勒尸体呢 家属会给一些 赢金给一些钱 那么这个财呢 是不是属于凶财 莫学应该怎样处理这些钱 因为他曾经劝过丈夫 拿这些钱呢 来为王者放生 印金呢 什么的 来做一些功德 但是丈夫不同意 全部拿出来 经过劝说呢 能够拿出10% 但是他还是感觉到不安 我们就请施老师 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处理 好 好 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啊 我们要知道呢 我们能把事情处理好 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的心护好了 我们不要一处理事啊 所有的专注点 都在别人身上 没有在自己的心恋上 关照了 我们心用对的这个事情才会处理好哦 好 那善财童子 五十三餐 就是各行各业可以行菩萨道 是吧 有没有 有没有 佛陀有没有说开灵车不能行菩萨道啊 那没有 怎么你自己这么担忧了 你善用心则能成就殊胜功德嘛 我们自己有没有在这些静缘当中 看到自己有分别执着的念 你自己有所恐惧啊 你现在把那个恐惧都 都要移到你先生身上去了 所以不是这件事啊 这是找工作 有可能你本来就很容易紧张 到时候那个紧张呢 都会加在你先生的身上 然后让他强迫中奖 这个 我们还是要关照自己的心恋 要关照的深入 不然你比你先生早学佛啊 但是你都是控制要求啊 他不会很振头佛法 而且当我们已经感觉到 人家有点勉强啊 就不要再给人家施压了 自己也要有这个敏感度 我一直在跟大家分享 人能宏道啊 我们的心 我们的言行跟经典相应 这叫宏道 不是我们嘴上都是佛法 但心念上都是控制要求 这个会棒法的 这会让你身边的人 生烦恼的 人家拿出百分之十了 你就随喜战断百分之十嘛 你干嘛一定要逼人家百分之百 等你做得好 你都没有控制要求 然后你又无私无我 你的行为就调动你先生的善根 善根是要人家自然而然流出来的 不是被我们控制要求出来的 教人以善物过高 当使其可从 而且有时候我们不要自己吓自己 你说 这个 你去服务这个 上家 那人家是心甘情愿 因为找你帮忙嘛 你假如给人家药多了 让人家很有压力难堪了 那这个不妥当了 你又没有去要求 那人家是 没有压力的情况 他 这个 这个用赏钱 我觉得听起来好像 这个 有点怪的感觉 我们找人家帮忙 礼貌上 尤其 比方说以 假如我们 家里有人过世了 那一般的人来讲 或多或少会有一种 心上的忌讳 是吧 那人家又愿意来做了 那我们也感谢这些 来替我们处理伤势的这些人员嘛 那感谢一下 表达一下意思 这个是很自然的人情 是吧 假如你是发现了 他给了太多了 甚至于他家里都有负担了 那你这个时候就随这个缘 哎呀 这个 零礼相当啊 这个 帮个忙 这个 这个挺应该的 哎呀 你可以还给他都行啊 是吧 这个总要合情理就好了嘛 不要自己想的太复杂了 修行人要越来越简单 不要太复杂了 好 下一个问题是比较简单的一个 这些比较少的文字啊 崇德老师好 有很多修学的老师都发愿终生不婚 不结婚啊 但是求再来人是不是概率就小了 就是这么个问题 好 这个同修有 悲天抿人的胸怀啊 为天下在担忧啊 好 这个 这个 结婚的啊 也有很多是希望啊 求再来人的 好 所以这个结婚的啊 我们 能把这个 天下太平之根本 这个书啊 可以送给他们 好 那里面 印光祖师啊 都有讲到 啊 求子 山药 求子 山药 好 好 所以 当然我们首先不能分别啊 这个 没结婚就比有结婚高一结 好 这个我们不要起这种 分别的心恋啊 啊 啊 再来啊 啊 这个发愿终生不婚啊 这个能坚持的啊 我也见的不多啊 所以不要太担心啊 好 嗯 哦 就像有一次这个 老婆上好像是在 理工大学吧 哦 就有一个学生问了 那大家都出家去了啊 啊 这个下一代没人了怎么办 老婆上别担心 这样的人不会太多啊 哈哈 哎 好 哦 所以这个 哦 不要操心啊 我们也尊重啊 每个人的选择 哦 他既然选择终生不嫁啊 他有他的考虑在 哎 哦 哦 那 这个愿要 确实要坚定啊 尤其女众啊 哦 你终生不嫁啊 这个 就像应主说的 这个要坚定不已 哦 假如不够坚定 偶尔呢 都还很想啊 旁边有人说说 心里话 啊 知心话 人可以讲啊 很难受啊 那应主说 还是早一点嫁 比较好嫁 哎 你太晚了 到时候不好找了 你看应主这个 人情适离啊 人家讲的多元朗啊 是吧 包含你看 他出家人的 生产讲的那么细啊 你看对 对我们在家人体恤备质啊 好 下一个问题 感恩法师 感恩法师 确实是这个样啊 因为我这个做医生的缘故 周围有很多的同修 女同修也不少啊 我们在伦敦的世界各地的 过来找我看病的也很多 很多人也是一开始都发愿不生的 也不结婚的 到了四十几岁了 哎呀 我要不要去动个卵子呀 我过几天要突然一天 再想要个小孩怎么办 哎 我要不要再再找个老伴 年龄大了怎么办 确实是有很多也是动了这个心思的啊 感恩法师 那么下一个问题 尊敬的 哦对 嗯 老师在这个 这个 chat留言板上 发了印度的那个 那个开示啊 大家可以下载下来 尊敬的 老师好 想请教老师 每年都有 相应的属相犯太岁 对这个方面 学生不太了解 也不太懂 最近看到一个 一个道场 发了一些 flights 2023年 归某年 犯太岁 生肖为 属兔的 属鸡的 属马的 属鼠的 属龙的 看到有家人属 有这样 有家人的属相 有些担忧 嗯 请老师开示啊 怎么样 化解太岁 比较如法 感恩老师 哦 这个 哦 这个太岁啊 这个我 不是很有研究啊 但是从 哦 比方了凡事训说了 人 未能无心啊 终为 阴阳 所福啊 安能 无数 哦 所以一个人 一生呢 他也有他的运势在 哦 有时候运势比较好啊 有时候运势相对差一点 哦 那了凡事训这句话就是 人只要不为自己活了 那他就不用担心这些事了 你无心了吗 你是公心了吗 哦 你在道中了 就不在劫难中了 哦 所以 你你不为自己的 啊 你佛号 都提得起来了 这些事就不要太挂碍了 哦 哦 哦 那再来 你不要太担心家里的人 首先我们要知道 担心没用 学佛的人要理智 不要瞎操心 不要乱烦恼 哦 你在那担忧的时候 不如念佛给他回向 更有意义了 哦 哦 那 这个 还是有这些运势的话呢 哦 哦 亲戚朋友 能接受我们的提醒 哦 让他多 断恶修散 那这个绝对是有力量的 哦 你断断恶修散 这种善力增强了 哦 哦 那当然 可能 可能 本来 哦 可能 哦 今年啊 或者这段时间呢 运势比较不好 他就会转 哦 那假如呢 亲戚朋友一下不能接受 那你可以帮他们做 哦 哦 以他的名义 哎 你帮他多做功德 哦 这个 我们遇上了嘛 有这个缘 哦 我们积极去面对他 不要去担忧他 就好了 哦 好 反应法师 啊 这个太岁啊 确实是 嗯 他是 也不是道教的啊 他是我们这个 叔叔方面 叔叔命像方面的一个 一种说法啊 每年 百命年就是太岁 太岁当令啊 呃 这个太岁呢 他是管这一 一个 这一年的 就所有的善神 所有的神的 神主吧 他算啊 就是谁到了那个属相 比如说今年是属兔的吧 这就是你的太岁了 就是到了太岁当值 那么和兔相冲的呢 就是呃 鸡了啊 鸡呢 就冲太岁了 然后马呀 鼠啊 这就是呃 形太岁 这两个属相 这个是和他十字拍位的 这两个 龙呢 就是他下面的一个属相 亥太岁 这是属于命像学的一个 一个说法啊 嗯 怎么化解 他也有一些 相应的嗯 带一些什么东西啊 但是那个嗯 我是不太相信那个啊 比方说你属兔的啊 你带一个马的牌位 马的牌子 和什么的牌子在身上 穿个红衣服 他就能避免了太岁的这种侵害 这是不太可能的啊 最根本的化解方法 嗯 老师讲的非常非常的 好啊 大家要按照我们这些 正确的方法去做 好 下一个问题呢 就关于吃素的问题 家里就我一个人学佛 现在公公婆婆和我们一起生活 所以吃素就不太方便 有时候 我估计他们的想法 只好吃肉鞭菜 可是心里面呢 又会起烦恼 不知道如何处理比较好 好 请示老师 好 呃 这个 呃 我们 首先 我们面对这个境界 为什么会生烦恼 这烦恼啊 绝对不是外面造成的 啊 境界没有问题 啊 你说 哎呀 他们没吃素啊 所以我烦恼啊 那这个我们有 强求姻缘呢 应该是 我要怎么做 你要积极去面对 这个姻缘 啊 啊 怎么把这个姻缘呢 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啊 而不是 在那里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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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善巧方便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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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会修行的人 可能家里的一件事 你整个心境就提升上去了 不会修行 遇到了一堆事 越来越多埋怨 越来越多对立 这个就不会修了 老和尚常说 你会吗 会在这些境界里面 自受用 妙用 随缘妙用 自己在境界里面 心境上去了 那为什么能妙呢 因为你没动情绪 你没有对立 你没有控制要求 你念念体恤别人的接受度 那你就慢慢慢慢把它转变过来 素食越煮越好了 哎呀怎么这么好吃啊 然后肉呢慢慢慢慢把它慢慢转过来 那当然多管其下 厨艺要进步啊 可能善巧的 也让家里的人 看一些吃素的好处啊 现在肉类的坏处啊 这些都可以同时进行 但是要考虑到家人的感受 不要好心办的坏事 不要适得其反 你比方 那个给他看资料 这个要求的很生硬啊 造成人家反感了 你就亲戚朋友 突然发生哪一件事了 顺势聊聊聊 哎呦这个吃肉吃 吃到这个样子了 胆固存啊什么什么 就很自然 或者你 你这个比较轻的轻人当中 也有学佛的 那 赵源 说不定他们可以帮忙说说话 总要啊 比较自然的氛围 家人是比较敏感的 越轻的有时候越敏感 得要考虑到 好 我们下一个问题 尊敬的成刀老师好 墨学一直要想问一个问题 但是又很惭愧 一直没问出口 身边的同仁和家长 也有同样的困扰 就是作为一名传统文化的老师 墨学和学生们在同时背诵 圣学根之根 但学生都能大断背诵了 可是墨学就是背不下来 一方面有佛学经典的读诵 听经念佛 还有俗物工作 家事等等 放在儒家经典的时间就很少 一位老师建议把佛法修学的 分量减少 把读读诵儒家经典的量增加 墨学不知道该如何去做 请问老师能不能给予指教 好 首先随喜您发心 在护词 孩子们学习 有问题就问 不要想得太复杂 大家可以探讨 因为你说你一直没开口 那我们有时候 烦恼来自于 没有平常心去面对事情 你比方说 孩子背了很大断 这很平常的事情 他们记忆力好 时间因缘不一样 你给自己这么大压力干啥呢 要很平常心去面对 我们有时候 烦恼都来自攀比 一比较了 压力就来了 那你很平常心的 这很正常 你面对孩子的时候 哎呀 老师啊 姻缘没有你们好啊 这个 时过难后学 勤苦而难成啊 当其可之未死啊 你看你们正当最黄金的十万 读书最好了 你也没有压力啊 这也是事实啊 但是孩子们背了这些东西 他跟生活的结合还没有那么强 这个就是老师的强项啊 所以春学旧语里面有强调 你要随时讲说 今天孩子在那跑跑跑 撞到了 你看宽转弯物处人吧 不冲容力端正 不能慌张 你可以借由这些事情 给他一些提醒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物欲数 物见小利 欲数则不达 你都可以结合到 到生活当中给他开解 你在这些机会点上给他开解 他也会很感谢老师的这些引导 当然 这个 你也是很认真的在学 这是很好的 那 这个 我们尽力去做 孩子都能够感觉得到的 其实你不要小看孩子的心 孩子的心比我们还敏锐啊 老师有没有用心 他知道的 而且我们今天在带学生 请问我们把自己的家照顾好 跟带学生有没有关系 你要展现一个老师在敦伦敬奋啊 孩子也看在眼里啊 是吧 你说啊 父母刚好有点不舒服了 同学们抱歉了 老师今天给你们请一天假 之后有时间再给你们补课 因为我今天我母亲有不舒服 我得亲自带去看病 这些都是展现的 你去了 你可以安排好学习啊 其实你会用心啦 随缘妙用啊 你不要又那个性格又是 那种特别容易自责的 哎呀又又又又又没有 得得陪家里 你又在那里压力很大 又没有办法陪孩子 你一有烦恼啊 你这个脑子就不灵活了 随时要关照自己的心 哦 家里刚好有这个事我要帮忙了 你都是道义为家庭啊 你会感染你的学生 学生里面有年纪比较大的 你就可以啊 安排他 带同学 复习什么 他也是一种学习啊 哦 所以这个 都随缘分啊 去安排 你也在教育孩子 怎么处理事情 哦 所以我感觉最重要的是 你面对事不要先情绪 不要先烦恼 你就有方法可以出来了 哦 好 那 这个 儒家佛家的经典呢 都很重要 哦 都很重要 哦 哦 那比方说 成德最近 我在教世书 那我 深入世书的时间 相对要多啊 哦 哦 那这个 我得 针对我现在 的境缘 去做适当的调整 就好 假如我现在要 教世书了 哦 哦 结果 我这个 佛号我还是要多少声 哦 我这个无量寿经 我还是要念几遍 那 那我就 在这个缘当中 可能我就 会有一种 对学生啊 有愧疚感啊 因为我越熟了 我这门课会上的 更得力啊 哦 那在这种因缘 做一个适当的调整 是可以的 哦 但这个没有定法 哦 这个要看你自己的状态 哦 你比方说 哎 哦 我最近这个 可能上课啊 准备的时间要多了 你连佛都没有念啊 结果你发现啊 你的状态很不平稳 那可能这个念佛这一段 你不能拿掉 因为可能 在 在那个念佛当中啊 那个加持力很强 哦 我自己的感觉 每个人不一定一样 哦 这个佛经的加持力啊 比儒家经典加持力强 哦 哦 所以 这个 哦 你比方说 静修节药 不是很长 哦 但是 哦 你念一个 一清观礼 尽虚空 辩法界 常住三保 哦 那个 你念着沉的时候 哇 那一拜啊 那力量很大 所以对你的身心的加持力强啊 可能你去教书的时候会比较稳 哦 所以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啊 你得试自己的情况去调整 这个就是修行 修行人不能常常 你告诉我个标准答案吧 我拿来套上去 这个学佛不是学数学XY X加Y等于Z啊 不是套公式的啊 嗯 好 我们看下一题啊 感谢老师 尊敬的 称德法师 现前社会正如老法师所说的 家的概念没有了 弟子对此深有体会 自从妈妈去世 这种感受就会更加的明显了 弟子想要尽孝 静听 关心父亲和哥哥一家 并希望通过自己的修学改变自己 并且转化他们 让他们也能信佛法 可能是因为弟子孝弟缺失太久 父亲哥哥都不太能接受弟子的关心 大家都各忙各的 虽然在同一个城市 有时候想要和他们见个面 举一举都比较难 送他们礼物 反倒让他们感觉欠了一份人情 给他们增添了人情负担 弟子遇到这种情况 就会觉得有些沮丧 想着还要早点去西方极乐世界的好 这个世界没什么好留恋的 安慰完自己 又想起老法师的话 三幅中的第一幅 孝养父母 奉仕师长 吃心不杀 修师善业 是最低的 如果连这四句都做不到 念经念咒 念佛 都只是跟佛结个缘 这一生想往生都很难 弟子适时提醒自己要坚持做 并要善巧地去做 虽然有些效果 但好像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自己的能量还是不足 修学功夫还不深 看到父亲年龄越来越长 看到家人们在适时中 享乐受苦不知真相 更加希望有好的办法来解决 那就请教老师 弟子这样是不是太执着了 弟子该怎么样才能做得更好 好 首先 这个童修他有要落实老和尚的经教 有这一份心 这是可贵的 而且也是希望这一生能往生 不再搞轮回 这个都是可贵的善根 那老法师常讲 历世炼心 我们经历每件事 炼我们的亲近心 心静 佛处静 炼我们的慈悲心 这个慈悲 就能感受别人的接受度 所以 大家应该很有印象 我常念两个英文单字 叫positive negative 你同一件事 你可以用积极的面去看它 你可以用消极的面去看它 所以修行要改性格 我从这个问题当中 感觉这一位忍者 比较消极 你要从这里去改起 看事物积极 你比方说 你送礼物给爸爸 哥哥 他们觉得是人情负担 你就了解到 他们现在的接受度 你就不要给他负担 那你会修行的人 你就借这一件事 这是父亲跟哥哥给我的静缘 我会修的人 那我再一切静缘 我不能爱你没商量 我不能己所欲 要施于人 你就会给对方压力 那不是很好吗 经一事长一智了 好事啊 你干嘛在那 所以你感情也很丰富 一下 我这么热情 我要拥抱他们 他们有没有伸开双手 我也很难过了 透过每件事 越来越了解自己 社不迷人 人自迷 不是外面境界 让我们生烦恼的 是我们内在有 有这个情子在 有这些烦恼在 大家真的要经历每件事 越来越了解自己 自知之明 然后了解自己之后 哪些跟经典不相应的 放下 这个叫修行 好 那你也容易担忧 常常担忧 能不能往生 你听老儿上这些法语 不要听出压力来 老儿上是当我们 越明白要怎么用功 不是吓我们的 那 一个人有没有孝心 不能从 他所做的事 只从事上去看 你不要看到别人 你看他爸爸妈妈都拥抱在一起 跟爸爸妈妈都拥抱在一起 你看人家做得很好 我都不行 他跟他父母的缘 跟你的缘 不一定完全相投 是吧 但是你要不自欺的 面对自己的心 我有没有真的 念我父亲的恩 念我哥哥的恩情 我有没有想要报他们的恩 这个心我有没有 你有这个心 但事项上 你也要看缘分 是吧 你做得太过了 反而让他们不欢喜 有压力了 可是你的心是要很真的 就对了 这个在论语里面 都有提到 你怕 哪怕是尧顺这样的圣人 你让他 博师于名 又能记中 所有的老百姓都 没有一个人挨饿了 他也不一定做得到 你说他不仁慈吗 不能这么讲 他有这个真心 但是事项上他得有缘分 你看佛都不能度无缘之人 你说佛不慈悲 那缘不够 你不能说佛不慈悲 所以 有时候我们会打自己的闷棍 就是哎呀 我这个世上做得那么差 你要先看你心上 世上的水源 不要太 不要太强求挂碍 多少缘 做多少事 好 下一个问题 尊敬的 郑德法师 之前有市长 直接指导我们修学的情况 他的地名呢 是在云南文山 现在我们有问题 请教市长 市长让我们请教老师 我们请教的问题是 我们只为学长 落实土地的 事情 之前跟村委谈好了 三十二亩土地 四十四年 共需要人民币 十万零六千元 市长知道 能不能向外扩 然后呢 通过落实 可以 但是没有和村委谈 今年的一个日子呢 我们跟谈委对接 村委对接 村委书记呢 说抓紧时间 我们在年前 变了共土 还有一个呢 就是出水点的情况 等等 没有搞清楚 因为这个 各种问题吧 这个问题 没有落实下去 现在呢 今天上午呢 我也跟这位提问题的老师 问了一下 他们还是想请 请教成的老师 能不能 接下 下去 接着去落实 然后去做这个事情 好 感谢老师 好 这个 这个成德啊 修学 修学还是很不得力 但是呢 也很珍惜啊 跟大家有切磋的机会 所以 阿难问 是佛及兄弟说 从明师受戒 我们要依止 明白的老师 那老和尚啊 是修行过来人 所以我们依止 他的教诲 来 处事做人 来判断 因缘 懂得进退 包含我们依照经典 你看老和尚讲的 要随缘 不要攀缘 那大家有没有 思维过 怎样才叫 随缘 不攀缘 师父领进门呢 修行靠个人呢 缘是什么 缘是条件 这老和尚都有讲过啊 那 格言别录 里面有一句话讲 度得量力 审视责人 他就是面对因缘的一个判断 是非以物轻弱 苟轻弱 净退错 这个就要判断因缘了 度得量力 是衡量自己的能力 我的能力够不够去承担这件事 审视呢 现在国家的形势啊 种种外在的形势啊 适不适合做这个 还有责任 大家一起配合 大家敬和同学啊 不然搞到最后 吵起来了都不好了 你任何因缘要胜于死去判断 大家目标一样 因为你做一件事啊 一定有你的目标 有没有意义啊 没有意义不要瞎忙啊 有意义了 那决定了就不要退缩啊 那我们做事 我也常跟大家探讨 为了修行而做事 不是为了做事而做事 我们这样才能在做事当中修行 提升自己的境界 正住双修 我正修是念佛 住修 我现在选择这个因缘 我用真心去做 我不管我做哪个行业 一定会服务到他人 我就在工作当中 激功累得了 这些认知我们都清楚了 那就很好啊 来审核因缘 缘成熟的在做 缘不成熟啊 不要攀缘 那提到的 这些点 出水点啊 这些你要很客观的去了解 情况 有些因缘人家 哎呀没问题没问题 那你也不能 他一说没问题了 你就马上答应了 你也要看对方讲话 实不实在啊 我们也遇过 没问题没问题 到时候都问题 然后事情就卡在中间了 这个都是责任 相关的人 一起配合的人 要靠谱的 这比较关键的人都要靠谱 这些关键的人 一个不靠谱的 这个事可能就会波动很大了 就好像你建一个房子 那事跟柱子立住了 不会倒了 其他有什么 到时候再补一补啊 没什么大碍 但是最关键的 一出状况了 哇 那就不是很好处理的 好 谢谢 感谢老师 第十一个问题 学生请教老师 如何看待被考汉学院的孩子 谈恋爱的情况 是否需要引导 如何引导 来老师 好 这个当然是需要引导 因为他遇到的一个静缘了 那我们 是他的老师 或者是他的父母 家人 那当然 随缘妙用 随这个缘 去护念他 那当然 这个备考汉学院 还想谈恋爱 那这个目标不是很明确 不然这个汉学院也不是很好考 真想考了 会有点时间不够用 那当然我们也不是要求 这个备考的 他的怨心就是 完全不会退了 那 首先呢 不要强迫孩子考汉学院 我在这随这个缘 再强调一下 不然会试得其反 因为呢 一个人假如目标很明确 他会心无旁骛 他会想谈恋爱 可能他有压力 没有办法抒发 碰到这个缘 想抒发抒发 这个父母 一见到父母都没有被理解 被关心 你赶快去背书啦 赶快去听陈德瓦斯讲课啦 所以 心情都没有排解 所以 他谈恋爱 他想考汉学院 但是谈恋爱 这是一个结果 原因出在哪 这个可能要分析分析 分析出原因出来了 比较好处理这一件事情 那首先呢 我们当父母老师 不要动情绪 不要控制要求 要多一份理解 多一份信任 这个是你用真心在面对的 多一份关心 他可能呢 就会比较把心理化 跟你做沟通了 对 我们在顺势引导他 这个顺势啊 大家看着办 因为啊 那是你的孩子 你的小 你的学生 这个我就不能分析得太细了 到时候你们又把我当公司去套了 这个我不杀伯仁 伯仁就因我而死了 那你看像孩子 他要谈恋爱 他觉得那叫爱啊 是吧 那你就可以顺这个事 引导他什么是爱啊 让他去感受感受啊 爱的感觉是温暖的 爱的言语是正直的 我觉得这个女性同胞啊 这一点也特别认知清楚 尤其还没结婚的 不然会再结难逃 这个甜言蜜语这一关呢 对女人来讲大观 这是我观察下来的 都讲甜言蜜语 这个巧言令色嫌疑人 这个要会判断的 刚毅木论敬人 言语是正直的 心地是无私的 行为是成全对方的 所以他假如 你顺势的 你说那 你需要爱护他 那现在对你们来讲 什么重要啊 你要为他想啊 你不要用那个指责的口吻 是吧 你要顺势的 很真诚地跟他探讨 交流 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是 十七八岁了 这青少年了 这个年龄啊 你要理解他 他特别不欢喜 人家把他当小孩 但是呢 他又还不够成熟 你理解了这个心态了 那你的言语的拿捏了 就会比较懂 是吧 你就懂得 他既然想当大人 你就给他一份尊重 那他就很舒服了 好 感谢老师 后边我们还有 八九个问题 半个小时的时间 不到 加快一下进度 尊敬的 尊敬老师 有两个问题 弟子带同修 恭敬老师 慈悲开示 中间团的同修 在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 不退心 为大家服务 其中一个是年轻人 刚毕业不久 还没有工作 还有善根 常年发心 经常住念 都是几个班连着念 每个班两个小时 还有另外一位同修呢 家里就他一个人上班 还有刚出生的孩子 家庭确实有些实际困难 同修们呢 也都没有提出来 但是住念团的负责人 非常慈悲 就想挪用大家随喜款 来给注入此类 这样的同修开工资 等自己有钱呢 再补回来这笔款 前面法师 这种挪用 是否如理如法 如果可以用随喜款 发工资 将来自己没钱 补不回来这笔款 是否可以不用补这笔款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 是否可以利用随喜款 给住念同学们 发年节福利 感谢老师 好 这个问题啊 首先第一点呢 我们要尊重 不思的人 随喜的人的意愿 这个在佛门 比方说林子大师 他在竹窗水笔里 就有提了 人家捐款 细节我不是很清楚 我做个具体的叙述 比方说 他说我要呢 用在啊 庙的这个柱子上面 我是要捐这个 这一只柱子的 你不能拿 把我这个钱拿去买菜 这是尊重捐款人的意愿 所以我记得我初学佛 到金中学会去 我钱拿出来 人家拿了一张纸 你是要用在哪个用途上面的 那勾了 人家就照你的意愿 去用这一笔钱 这个是要清楚的一个原则 那第二呢 就是我们知道啊 这个注念呢 是很重要 很殊胜 那做好事啊 会不会形成执着点 哦 所以这个是修行的重点 哦 我们说佛弟子啊 大家善良 没有害人的心 那不代表我们 修着修着 不会出现执着点 你觉得念佛 注念很重要 你有可能忽略了 这个年轻人呢 他家里是怎么看待他的 我们有没有关心到这一点 他刚毕业 他假如继续就只做注念 家里的人会不会 误会了 误会了佛教了 哎呀 我的孩子 大学毕业了 不去找工作 怎么就只是在那做注念呢 就是你一个到场的负责人 一个管理者 你不能只关注到 你要做的那件事 你还要关注到做事的人 你要替他设想 不然有时候我们都是一片好心 突然出现情况了 可能他家里觉得不认可了 那有可能他就来不了了 就是我们可能 这个了凡事迅常说 不论现行 而论流避 不论一时 而论久远 不论一生 而论天下 一般的因缘来讲 这个注念呢 他已经退休了 或者 这个他刚好休假了 或者他有跟你约好了 只要有人注念了 我可以请假 这些缘比较成熟的 那因为你做着 认同的人越来越多了 那来参与的人 你就好好的来组织 来调动好 因为 有时候人呢 每一个阶段 有每个阶段的责任在 这个我们在世间 佛法在世间 不坏世间法 这一点我们也要顾及到 那这个都不是实的 比方说 他家里的人全学佛 那他也很支持孩子去注念 那你们 你们这个团队里面 大家也 这个随习馆呢 也很认同这么做 那这个是你们组织的 考量决定 那这个 那是你们的权 你们当然也可以这么安排 好 学校 于是他只身一人 带我三岁的孩子去大理求学 我自己留在深圳 务工养家 我在深圳租房子住 那深圳周边买了一个小房子 每个月需要还房贷 大理那边的学费 一年要三万块 加上房租等生活开支 开销非常大 经常是路不复出 如此呢 我一个一直劝我夫人回深圳 在深圳上学 我父母也多次催促回深圳 但每次谈到这个话题 就不欢而散 就这样在大理坚持 读了五年 2022年 我孩子在学校 出现了一些状况 跟小朋友打架 被学校劝退 加上我夫人怀了二胎 于是我在七月 辞职前往大理 经过艰难的沟通协商 夫人同意带孩子 暂时回深圳上学 回来之后 我爱人 由于孕期 诸多不适应 孩子学习和生活习惯 也没有在大理好 出现了严重的下滑 加上他本身就是不愿意过来深圳 于是争吵就爆发了 再次强烈要求回大理求学 22年10月 二宝出生 即便如此也改变不了 他带孩子去大理求学的心愿 虽然我多次表达 目前的经济能力不允许我们去大理 但他依然固执己见 甚至跟我父母也起了冲突 那他的问题是 恳请老师能够慈悲开示 到底我应该怎么做 现在就差最后一步 去办理离婚手续了 感谢老师 好 我想这件事 主要相关的人 都是听老法师讲经的 这一点 我们也是借这件事 来得到一些启示 首先老上强调 你学了佛 家庭不和谐 学错了 这是老法师的原话 佛法在世间 不坏世间法 那我们在探讨这个事 我们依老和上 经教来探讨 但心境要对 忠树之道来探讨 言语律极 宽以待人 我们要求自己要严格一点 对方要包容一点 大家都是好心 怎么最后变成这样 你看不就是要成就孩子的心吗 相关的人都不能执着 你看印光祖师 他老人家教诲到 他应该也看到 未来的社会情况了 你把孩子 伦理道德 因果的根 扎好 然后 他到体制内 去学校 他就有根基 因为 那个已经是一个趋势了 叫国民小学 国民中学 它是一种趋势的 你得顺势而为了 不能强求 不能强求姻缘 但是你真的不强求了 有佛法就有办法 你父母 随着孩子每天发生的事 都在引导他 对传统化 体会更深刻 那你父母也都做好 身教 那寒暑假 能掌握的时间 都让他积累 我相信这样做完 这个孩子 以后一定上得了汉学院 而且说不定 他那时候汉学院 就不是只有 英国汉学院 像 老和尚 成立至善基金会 跟陈大也有合作 硕士博士 因为汉文化的智慧 在未来社会是 相当相当重要 是一个趋势的发展 所以我们随着缘去积累 因为你一个孩子的人格 他是在家庭的和谐当中 建立起来了 你让他每天读着经典 看着父母冲突 你说他会爱要经典吗 他会困扰了 爸爸妈妈都是读经典的 为什么这样 所以我们够柔软 静下心来 一切事都有因果 夫妻这些相处 会形成一种循环 关键是恶性循环 还是良性循环 互相都是情绪对待的 一讲话就很容易就 火气就上来 这就是恶性循环 他不知不觉 形成的 我们要把它转成良性循环 你希望对方理解你 你先理解他 你希望对方不要用情绪 你自己先带动不要用情绪 我们人与人往往都是那种要求啊 你就很容易起烦恼 起情绪的 都从我做起 从我修因得果 我们彼此的良性循环 要从自己做起 因为目标是一样的嘛 一定是沟通不良啊 才变成这个样子了 而且啊 你也要善用 助缘 比方说 在你所认识的亲戚朋友 当中学佛 比较让另一半肯定的人 他也能帮得上嘛 你可以借这些力量 包含传统文化的单位 假如我是负责人 你们可以告诉我 我会用老上的经教的指导 来护念这一件事情 因为假如是我团队里的人 那我有责任 护念他修学 我会借这件事情 可能对他们夫妻 做一些交流沟通 所以你也可以找 这个单位的负责人 因为他也是要培养人才出来 可是你现在这样的家庭情况 这个孩子能成才吗 不大可能啊 你这样的孩子都要卷进去风暴里面了 生安才能办到啊 大人如是小孩更如是了 那你首先你这个家要先安定下来啊 不然你孩子怎么学圣教啊 但是不要太冲动 都要关照自己的心念 不要情绪化 要用对心念 我们心念一对了 你的祖宗啊 还有佛菩萨都会加持得上 我们一情绪做主了 这要加持加持不上啊 那就冤亲在主 磨得其辩哦 所以念头很关键哦 你发愿了 你的孩子也希望把他培养成 宏道的人 那必然会遇到考验 随缘妙用 妙在首先不能用情绪去处理事了 威仪助持有则得 我们现在要以身作则 带动太太了 柔和直指设身得 态度要真诚柔软 普代众生受苦得 这个事情啊 你也不可能一天就处理好了 要很有耐性 去沟通 去互念 所以菩萨是德 菩萨就是觉悟的有情众生 觉悟了 就是这么处理事的 掌握这四个原则 好 谢谢 感谢老师 十四个问题 请教尊敬的陈达老师 我自己在家 边听老法师的经教 边带孩子学习 尽自己的能力 保护孩子不受外界的污染 他今年六岁 秋后就该录体制了 我是发愿护士他走汉学这条路 但是现在真正修学的学堂 实修的学堂不好找 孩子大了 自己在家里带着他继续学习能力有限 我是真的不愿意让他走体制 现在我一边带他 一边自学 一边护士我母亲求往生 越听经教 越感觉自己需要大量的时间 深入学习 现在三边不能很好地平衡 我也不想放弃孩子 让他去体制 不知道我这个做法 是不是太执着了呢 这个孩子还是有一定的善根 学生有机缘遇到 如果放下 这生有机缘遇到 如果放下 实属可惜 请施老师 我们首先得安下心 不要对未来产生担忧 要把事情处理好 首先心要安定 不要有过去烦恼 不要有未来烦恼 不要有现在烦恼 这个是我们要先从心上下功夫 你这里提到 你需要有大量的时间 深入学习 那这个就你自己要了解 为什么你觉得 你要有大量的时间呢 你在照顾母亲 是不是学习 你在陪伴孩子 是不是学习 就是我们怕的是什么 我们出现了执着点 你出现执着点 没有看到执着点 你越用功越执着 有啊 我遇过 哇 那个一天到晚都念佛的 你跟他沟通 根本沟通不上 都是他说了算 你说他佛真的念得好吗 我觉得是不可能 为什么 你念得好不好 看你的心 有没有可能 这个人佛念得好 但不能跟人沟通 你是用同一个心 那佛能念得好 不能沟通 这个在理上讲不通 佛念得越相应的人 心地一定越来越柔软 一定越来越我直放下 多能体恤 多能体恤别人 这才是佛念得好的 展现 所以修行不简单 善有为一很重要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我昨天跟一个同修聊 聊了好一会 他最后说了一句话 法师啊 你给我提醒的 我爸爸妈妈都有跟我讲 我说你就应该听啊 父母是旁观者嘛 父母也在修行啊 他为你好啊 旁观者清啊 这修行人要听劝啊 闻欲恐 闻过心啊 尤其父母跟老师 比较了解我们 我们要从那里去改起了 所以倒是 可能你要先问问你妈妈 儿子有哪些问题 你觉得要修正 你可能要从这里去下功夫啊 从这里去学啊 人会学的人 他是在境界当中 放下分别执着 这叫慧学 佛法重实质 不是重在形式当中 你太重形式了 我每天要念多少佛啊 读多少经啊 结果你你该承担的责任出现的时候 你都被你这个执着给 框住了 然后你该去敦敦敬奋的 你又没有敬到 半年一年之后又会有问题出现 你烦恨会越来越多 你能够随缘 不执着 敦敦敬奋 当然我早晚课还是有 可是我不要定得太长 不符合我 现在要去尽本分的 这个缘 那这只有 你自己去判断了 是吧 我们出家人管事 要拿捏好分寸 拿捏不好分寸 有同学会拿我们去当打手的 陈德法师说 麻烦了 我变成他打手了 所以讲话不简单 不容易啊 好那 这个 谁当下的缘呢 陈兴 去求 求观音菩萨 佛菩萨加持 体制内啊 也有很有爱心的老师啊 观音菩萨是很慈悲的 千处己求千处应 更何况啊 你是一个慈父啊 为了成就一个孩子的 道业啊 这个会有感应的 而且啊 这个孩子上了学 他每天还有跟你相处的时间 他还有寒暑假的时间 你都会 会有感应的 比方说 有一些老师 他发心 在线上 教孩子传统文化 你孩子有空的时候 礼拜六 礼拜天啊 寒暑假 都可以跟这些缘 接上啊 不然你 你到时候又攀一个缘 你又失去平衡 最后你又把自己压得 喘不过气来了 一切还是要随姻缘呢 去安排好 而且你在 护持你母亲的过程 就是对你孩子最好的教育了 百善 孝为先呢 我是感觉这些事是相融在一起的 不是被切割开来的 哦 这个大家 要多去体会 好 好 我们这边已经到了 两个小时 后面呢 还有三四个 这个 传统文化落实的问题 还有几个佛学的问题 我们是继续 还是下次再回答 继续好了 我们简短来回答 不过这个11点 我们大路头就11点了 不能太晚睡了 好 我们简短回答一下 向老师请教 孩子现在已经把 《生学根之根理》的正体字认完了 每天在复习之中 如果我自己坚持在家里教 平常日落实 平时日常落实弟子归 只读一部《无量寿经》 直到开悟 再学其他的可以吗 现在的学习安排是 平时除了习劳认字 就是被圣学根之根 每篇课文 每篇课文都是按背 按读背 三百遍 晚上再给孩子讲一篇 德语故事 请示老师 好 这个 因为陈德 不知道您所在的地区 因为每个地区有每个地区有每个地区的法令 这个最好还是佛门讲不犯国制 这个顺着当前的缘 就跟前一个问题 还是有相同性 都是互念 你真心去做了 你就会掌握所有的时间 掌握所有的机会教育点 而孩子去体制的过程 也是让他对现代的知识 现代社会的一些知识 或者现代人与人的状态 是吧 他去接触到一些同学了 他对现代人 他的生活的背景 状态 比较了解 都是一种学习 当然你要掌握孩子回来之后发生的事 给他及时的一些机会教育的引导 这个就是随缘 能够妙用 自己也提升了 孩子也在这些园提升了 那这个 按照您这样去护持 这个孩子又欢喜学 你不要压迫他 他还欢喜学 我相信他到了可以报汉学院的年龄 那这个路就接上去了 只要他能坚持 很欢喜 那学十几年 那就没问题了 水到菊成 瓜熟地落 不紧张啊 好 下一个问题 好 丁理法师 请问如何 卢法的故事 面对多年来 接受帮助的家人 依赖心越来越重 对家里现在遇到的困难 和其他人的困境 也熟视无睹 只是认为自己很可怜 他的问题是 应该如何有智慧的 更好的帮助他们 再一个呢 就是如何在五人关系中 很好地把握劝戒的本分 特别是对于子职辈 职生辈 应该如何用传统文化 引导他们的同时 又不能逾越了自己的角色 兄长遇到孩子的教育问题 和人生抉择 都相信自己很受感动 但也会有完全托付之心 但是孩子要出现了状况以后呢 又抱怨 在此中间 如何不逾越自己的本分 我们看问题呢 这位同修是位女性 她的哥哥和家里的外甥和侄子 托付给自己去教育 老法师曾经提醒 现代人20岁以前可以提醒 20到40岁只能暗示 50岁以后就不要再提了 利便结怨 那么请问对待伴侣和兄长 应该如何把握劝戒的分寸 再一个问题就是 孩子仅仅15岁了 很希望孩子以后 能够就读汉学院 但是孩子呢 国学基础还是比较薄弱 经典背诵的也很少 也不能完全跟随父母的引导 请问如何为他奠定基础 送他走上这条学习圣贤的路 请问家庭主妇在 敦伦晋分的基础上 如何更精进和保持正念的 一日休学 请问法师 请法师慈悲开示 我们有一个词叫主伴圆容 这个伴是配角 主是主角 我们生命中的亲戚和朋友 我们都是配角 我们自己的人生 我们是主 我们是主角 那你体会到这一点 就会去拿捏 进退的分寸 这是第一个重点 另外一个重点 你不要好心做的坏事 你要实事求是的 比方说你去帮这个人 他懂得感恩 那这是对的方向 你帮这个人 他越来越视为理所当然 那你这个帮就智慧不够了 这样你会害了他 因为他越来越不感恩 越来越觉得别人的付出 要视为理所当然 那你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到 就要懂得造圆 让他明理 他不明理 他不会感恩的 他首先要懂得孝道 感恩心才会起来 他都越依赖了 不感恩的 那你就要让他自己去承担承担 责任 他才会反思啊 你总要是 卑志双运 去处理事情 这又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了 那包含 你说子职辈要托付给你 这个是你哥哥的责任 请问他托付给你之后 你的哥哥责任性有没有提升呢 他的整个心境有没有提升呢 你帮人要用智慧啊 你帮人没有智慧啊 最后呢 啥事都是你扛 然后呢 抱怨都是抱怨你 到时候你就会无语问昌天 这个时候切记 还是要用智慧处理事情 一个当姑姑的人 也能护念 你的职额啊 不是说你要全部的 教育责任 统统揽到你身上 你才能教育他 因为你这样的做法 很可能让你的哥哥 不负责任之外 还会更责怪你 当然因为我对你哥哥不了解 我是怕会发展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部分就 当事人自己要判断 是啊 你可以在这个姻缘当中 让你的兄长少少 他们也要提起一种教育的责任 同时你也姑姑也有责任 你也在你的角色当中 能够去尽到你全部的力量 来护持 你的这个侄子 侄子背的 那这其中的拿捏 那你就要用智慧去判断 应退进退啊 都要拿捏好分寸的 你包含第三个问题 你对伴侣兄长 劝谏 那老师上讲的二十岁 四十岁啊 五十岁啊 这个是一个原理原则 你不能死在里面 你要活用 有些人二十岁就没法讲了 你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了 你才讲两句啊 他嘴 那个嘴就翘起来了 你再讲就跟他结怨了 这是活的不是死的 而且你对这种最轻的人讲话 你要有本钱的 什么本钱 你以身作者 他心里佩服你 他信任你 这样你讲话的机缘会比较成熟 你还没做到让他们佩服信任 你就要要求他们 那结果就是 你讲他不对 他也讲你不对 这个对事就不一定有帮助了 为什么威夷住持有则得 在柔和直直设身得前面 就身教比言教重要了 要有这个前提 那你孩子十五岁 汉学院首先最重要的是 德行的基础 读多少 这个还不是第一 所以 他德行的根基要扎好 然后再来 你要让他很欢喜 爱要传统文化 你不要逼到适得其反 拜托一下 我真的要拜托大家 手下留情 不然明明成熟的缘 那你真的让他爱要了 他就会主动去学了 他有这个目标又主动学了 他一定会水到渠成了 知之的不如好知者 好知者不如乐知者 你要让他那种 志向 那种兴趣 很自然的出来 不是你一直在 硬推的 好家庭主妇呢 在敦伦敬奋基础上 如何更精进保持 正念的一日修学 这个精进跟敦伦敬奋是一不是二 你不要搞个敦伦敬奋之外 才是精进 那什么又是精进呢 不能着在向上精进 调伏习气为精进 你在敦伦敬奋当中 能关照到自己的急躁 你把他放下 这精进 你在敦伦敬奋当中看到自己的心 跟人有对立 你把他放下 有控制 你把他放下 你在敦伦敬奋当中看到自己考虑事情 角度太单一了 不够周详 这都是在提升做人做事 你在每一个本分角色当中修行 敦伦敬奋是大道啊 那老儿上有一个专题 家庭主妇如何行菩萨道 这个有资料的可以发给大家 好 那你说 保持正念 那没有比多念佛好的 谁忙谁闲 不离弥陀名号 顺境逆境 不忘往生西方 行住坐卧 穿衣吃饭 从朝至暮 从暮至朝 一句佛号不令间断 不用用脑的时候 多念佛 这样你正念才能保持 养兵千日 用在一时 你不能是 要跟丈夫沟通了 好赶快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这叫临时抱佛脚 这个效果不会太好 好 下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墨学 冒昧的请问法师 墨学 德心不够 最近 亲近不到大德老师 学佛十几年了 听老法师和 承德法师的课 听过 义子规 老黄四训 大经科著 基本上都是 反来复去的 学这些内容 不敢乱学 但哪个没有 按照老法师 讲的 变数 学经 学透 平白浪费了 好多时间 但哪个都没有 所有的都没有听过 用上这么多的时间 今年墨学 四十岁了 上游六十多岁的父母 下游一个五岁的孩子 忽然觉得 必须精进起来了 到现在 学生还不能完全明白 还要发心 先护士父母往生 发心让孩子 恐发立生 他的问题是 我应该从哪里学起呢 墨学现在自己修学 比较愚痴 每天时间用的不少 但总觉得特别盲目 心中不安 期待由 大德老师的指点 无论如何都感恩您 请老师开始 这个我们呢 会学的感觉自己比较愚痴啊 那应该佛法用出来的比较少 所以这里有一个关键就是 要解形相应 然后呢 这个修学啊 要更细致深入一点 面对境界要清楚 我们才能经一世 长一致 学佛 佛这个字是绝 在哪里绝 一切时 一切处 要绝 要看明白 不能稀里糊涂的 学佛人不能打迷糊仗 在每一个境界 学怎么做人 怎么做事 那感觉啊 这一位同修啊 你的性格啊 还是不够积极 你要感觉到自己的性格 要调整的部分 这叫修行 感觉自己心念 有没有偏 有没有是烦恼做主 比方 你一开始就说了 德行不够 我很怕你常常自我否定 尤其这个念头的 要放下 亲近不到大德老师 你看你都怕你又 都往比较 比较负面的 哎呀 不够啊 哎呀 我开始学的时候 我也见不到老婆上 但是我不受时空影响 因为孟子给我们表演了 偶艺大师给我们表演了 他们学的时候 孔子不在了 廉池大师不在了 他们学得非常好 所以 你心上的这些分别执着 产生的 时空也会让我们分别执着 让我们产生负面的感受 你都要关照到 我这个念头是负面的 我要把它转过来 都要积极面对 那 当然我们也要总结 我们走过来的修行路 这个就是 面对境界 真的是要 清楚 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我呼应一下 后面有一个问题 这个杨医师慈悲 怕我太好奇了 那个 有个同修说了 我以前念无量寿经 我最近念的 阿难问世佛集中经 那我觉得我最近念 阿难问世佛集中经 比较得利 我可不可以 继续念阿难问世佛集中经 首先第一个 为什么我念无量寿经 没有得利益 这是我走过来的路 为什么我现在念阿难问世佛集中经 我觉得比较有得利 你这都是你走过的路 你不能忽里忽土的 是吧 那你假如都在观照了 那可能你就 大半的问题就不用问人了 你假如说要印证一下 那这个就可以 你不能习惯都是别人帮你看 你自己不看 主判圆董 你可是你这一生当生成就的主人 你是主角 你是男主角 你是女主角 我想他念阿难问世佛集中经 他觉得比较得利 一定是这些句子让他产生观照 产生共鸣 他才会得利 那他之前念无量寿经 没有得利 那可能是没有起到 这些经文能产生观照波 他就比感觉 那个得利的感觉不强烈 那可不是阿难问世佛集中经 比无量寿经好 不是这个概念好 那毕竟 无量寿经是大成经 阿难问世佛集中经 是小成基础经 他教我们 你怎么侍奉老师 然后借杀业 你做世间的事 可为世间事 不可为世间义 你还是可以在各行各业里工作 可是你不要随着世间人 追明出力去啦 是吧 你是要行菩萨道的 你不能随世间人的义去 去随波逐流啦 所以这些点呢 都是蛮重要的修学重点 好 那 比方说他提到了 这个翻来覆去啊 学这些内容 但是觉得自己没有学经 没有学透 有解形相应的话呢 他会越学越深的 那你现在的缘呢 你还要教育孩子 所以你的家教啊 要要护好 所以这个时候啊 学弟子归啊 挺重要的 你要用身教来 护念你的小孩 可是呢 你跟佛法的缘又很深 好像你不学点佛啊 不是 你每天没有寻习佛啊 怕你心不安 所以可能可以参考啊 当然不能强迫你啊 可以参考 弟子归与佛法修学 不好意思啊 这刚好是我讲的 我有点不敢推荐 那这个坚固啊 你要做家庭教育 但是这个都没有离开六度 普贤十愿啊 这个又可以 跟你互念你的父母啊 这个都是相容的 好 所以还是得要总结走过来的路 我到底用了时间多 为什么不得力的因啊 要找到 你才能去改善它 那修学的知见蛮重要的 你的知见对了 你才是用正确的观念态度去修行 你假如这些观念态度没有建立起来 有时候修很久啊 有时候修很久啊 还是不得力 所以印光祖师说修行守重正之见 老和尚常常谈张家大师教他什么 那都是修学应该建立的之见 你看什么叫忏悔 后不再照 他都是重实质的 不是重行事的 修行怎么修 从起心动念处修 从根本修 这个都是要建立的知见 所以 这个我们也有在课程当中啊 守重建立 修学的知见 我们连讲论语啊 都是先讲这一块 你态度对了 心态对了 你才能纳授经典这个法语啊 你心态不对了 就好像 这个酒里面沾一滴毒药进去了 那就坏掉了 态度决定成就了 不是成就之后才来改变态度了 那 这个 接下来 这个 就到这里了 最后讲一句话 一切法从心想生 所以接下来呢 刚好是佛学的问题 好几个 就这一句话就 讲完了 一切法从心想生 所以 你不要出现心上的执着 你看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念念念 我心上出现了阿弥陀佛 你就别执着就好了 你还是老实念 念得清楚 听得清楚就好了 你一着了什么 就着相了 就很容易着魔了 所以这个要小心了 包含问的这个 这个 苏头法 不是 卖这个苏子 要卖给出家人苏子 就讲了一堆故事 这个还是心 第一个 卖的人是什么心 第二个 和尚买下来是什么心 那你心用对了 那是就对了 因为他 讲到了 这个 这个同修 挺好的 给我出题目 让我要用 让我要用 劝发不离心文 协政真伪 大小偏远的回答 不过今天时间不够了 本来想跟大家一起复习一下 协政真伪 大小偏远 其实还是这颗心 你不能用协了 你用正了 就是你是利益人的心去卖这个 去买这个 这个就正了 你有自私的心 你讲得很好听 你想去赚到出家人的钱 所以因地要真 因地不真 果招于蛆 还是看你用的心是不是 成就人的心 公心 那这个故事跟大小偏远 不是很有关系 你用的是邪的 还是正的念头 那真伪 它就比较偏向于 你不能自欺 你是真心修行的 你不是应付应付的 你应付的就是畏了 这个 这里面就讲到了 有罪不忏 有过不除 你就是自欺了 不真实面对自己了 内着外倾 死情终待 那这个就名字为谓了 好 好像都讲到了 今天先交流到这了